我相信大家今天來的朋友都會看過連辦憲章很多次 那你都會問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憲章就是大家知道分幾部份 其實前面那部份都是描述現時中國的狀況 就是現在專制之下出現很多的社會問題 有法律沒有法治 有憲法沒有憲證等等的情況 而後面就是一些宣言性質的原則 是非常之理性平和的一個表述的方法 那大家就會問為何這些差不多在全世界都是被認同的一些原則 或者甚至在第一部份裏面很多對現時的描述其實都不會有很大的爭論 為何會觸動了整個政權的神經 使他無意理解地用這樣的方法來對一個讀書人呢 就是這樣 那道理是很簡單的 整個零八憲章就是正正是這麼平和 更加顯得到他所要繞達的真理 是鏗鏘不有聲 正正正是因為他這麼理性 並沒有呼籲別人是立即採取暴力去推翻政權 被人有一個口實 而只是講出大家認同的一些很簡單的價值 這些就是表現了倡議者的智慧和勇氣 大家知道這個是會得到全國民族的心靈的迴響 大家是會認同 也都是很清楚告訴現在執政的專制者 告訴他 倡議令白憲章的人 是提供那條路給今天的專政者 如果我們的民族是要繼續文明進步發展 使人民可以分享到整個國家的成果發展的成果 不是只是郭富敏強 不是只是這個官強貧弱 不是只是政府上層少數的人享有特權 和眾多的利益 而大部份的人或者不少的人 是被依然在剝削著應有的成果 甚至應有的權利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那中共政權最震驚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今天中國是一個聲稱崛起的大國 可以向全世界隨時說不 可以告訴你中國不高興 可以告訴美國我們最大的債主 對國內港我有六千萬的黨員 我有三百萬的解放軍 一切的東西有什麼擺不定 但是在2008年10月10日 就有三百零三個的 在國內受到尊敬的知識分子 包括有作家、學者、律師 包括有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 他們組成一個知識分子的群體 用最自由而沒有組織的方法 而將一個共同的理念講出來 他們的威力在於不向強權屈服的這種勇氣 他們的威力是在於看得到中華民族的 劑垂還是職的 可以撐得起的 所以這件事使得他整個政權是驚恐的 為什麼這三百零三個人 是可以這樣大家簽署一份這樣的宣言 上到網他才知道 而轉一眼發到全國 上了數以萬計的網站 到今天全世界數以萬計的人 一起簽署 更加以十萬八萬計的人 會繼續關注 甚至日後會繼續簽署這個零八憲章上 零八憲章裡面簽署的人 很多是 剛才都說的是律師 其實律師很多是 現在今天經濟發展裡面的得益者 但是他們 願意將自己的利益放在一邊 去接受 去承擔一些社會責任 去接受一些最有挑戰的一些維權案件 向不公平 不公義 不合法的事情挑戰 使得很多維權律師 今天面對做鎮壓 有些人拿不到牌 有些律師在坐牢 但是他仍然會這樣做 看到這種不屈服的勇氣 就是整個民族能夠顯示出來的一種精神 還有整個民間的希望 劉曉光寧寫一本書 就是希望在民間 裡面都是講出這一種力量 我簡單再講 這個運動的意義就是在於 除了表達了這種勇氣之外 就是 未來的維權運動 是很清楚 是表述了一個理念的架構 一個很清楚的 一個理論的表述 大家更加知道 我們這些權利 在林白憲章所失授的權利 是和聯合國人權宣言 是和國際政治和公民權利公約 我們國家是1998年已經簽了 雖然到現在未曾追刑 是一致的 我們的憲法和這些是沒有理由排斥的 這些是中國人應該每個人享有的權利 所以它有一個很清晰的表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很簡單講 就是它提供了一個新的活動的模式 透過互聯網 這些人士 這些人士能夠很自由 這樣組織起 即是能夠聯繫起來 是沒有組織的 不同背景 不同職業 不同信念 這個是能夠將整個民間大活 形成了一個意志的長城 能夠將整個的民族 能夠透過這個遠的力量 是對未來的政府 產生一個很大 我相信是很深遠的影響力 我很相信 現在中國是走著十字路後 民間的力量 是會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而劉曉波這次的另一章 帶動到知識分子的群體 或者會做到更加多人 是會知道民間是要出聲 民間是要透過不同的方法 用和平 理性 以及能夠有節制 但是同時是不斷的努力 來到呢 是要將我們的自由 民主 人權 法治 獻證 是將它逼出來 不要靠別人的治癒 是逼出來 是我們爭取回來的 我相信希望在民間 多謝